現在是流感的高峰期 又遇到了二二八連假 民眾出去玩的話真的要小心 人潮多的地方小心交叉感染 我們就來看 因為現在流感的這個狀況非常的嚴重 因此各個縣市都有自己的因應措施 我們看到台北市最新公布的狀況是 如果有學生就讀的分別是 幼兒園或國小的話 確認是流感的話 就應該請假至少是7天 如果是國高中的學生呢 就要請假至少5天 這都包含例假日 而另外我們看到是台北市狀況 如果說停課的標準是什麼呢 現在說3天內如果單一個班級裡頭 有兩名學生確認是罹患流感的話 那麼就要研議是不是該停課 那麼現在各個縣市有自己的做法 而在疾管署最快下星期二 就會舉行一個會議 討論是不是有個統一的流感停課標準 而我們看到除了學生們 要小心罹患流感之後 要如何停課或是請假 還有的是因為很多人 也不確定自己是不是得了流感 可能只是以為平常的感冒 那麼現在疾管署首次在農曆年假以外的時間 也指示了全台有52間的醫院 特別開設了淚流感的特別門診 那麼請民眾要多注意了 醫院的後診間急滿等待看診的病患就怕民眾以為自己只是普通的感冒 機關署首度在農曆年假以外的時間 只是52家的醫院開設淚流感的特別門診 咳得緊然後但是沒有彈 那昨天早上起來以後就覺得發冷 以為沒什麼了不起啊 因為我很多年沒有感冒那些的 來看病的族群不少是50到64歲 因為這次H1N1的流感最容易中標的就是中壯年 根據疾管署的統計光是上週全國流感病發重症的病例 單週就新增320例創下近5年的新高 全台各級的學校已經累計了42校70多個班級停課 其中以高雄市台北市雲林縣居多 我們流感重症的病人總共有10位 這10位裡面有6位是On ECOMO的 就怕學生交叉感染 北市教育局將比照常病毒的通報模式 像是國小或幼兒園若有流感的案例 學生請假至少7天 國中級高中職的學生請假至少5天 若一個班級3天內有2位以上的學童被感染 校方找家長討論是否停課 但就怕疫情一發不可收拾 機關署也表示最快下週二召開專家的會議 討論流感的停課標準 雨天TV王彥均 張一華 台北報導 這次的名字是台北市 林宥宗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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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